帶來觀看天氣狀況 首先關心今天清晨最低溫 早上的溫度跟先前來比 今天其實不算太低 在新屋地區13.2度 加以14.9度 還有新竹15.4度 在白天各地的氣溫還會再回升一些 但是今天要注意的是 在下午過後就要變天了 透過雲圖來觀看天氣狀況 今天在白天其實各地 還是個多雲道晴 溫暖舒適的天氣 但是到了下半天開始 好 要留意了 到下半天開始呢 東北季風增長了 這個時候應封面的北部 東北部地區 開始轉為是開始水氣比較多 天氣 而且氣溫也會下降 帶一點水氣感受到是比較明顯的 所以要提醒北台灣的民眾 如果說你今天晚上 可能會比較晚回家的話 注意了 今天出門的話 記得戴個傘 另外這個薄的外套可能不夠 因為到了晚上就要變天了 記得戴個比較保暖的衣物 北台灣在下午開始 就要開始受了東北季風的影響 冷空氣也會增強 中南部算水氣是比較少的 但是氣溫也會降 所以在晚上開始到明天這段時間 是個天氣的變化 我們來看到未來整個天氣形態 大家很關心春節假期天氣 到底好不好 首先來看到在今天 在今天白天是穩定 趕快把握一下上半天的好天氣 下半天又變天 而到了明天開始轉為乾冷的天氣 但是氣溫是下降的 所以明天前來個地溫度稍微下降 不過幸好因為這一波的空氣比較乾 所以下雨的星星不會持續待太久 但是注意到了禮拜六禮拜天 好這個天氣來說是回穩的 白天開始溫度明顯的往上升 但是到了下週一 下週二 好這個時候注意到 也就是除夕跟除夕這段時間 天氣不理想 水氣蠻多的全台各地 都會視種為一個比較濕的天氣形態 所以在這次的春節假期 在我們可以看到除夕除夕天氣是不理想的 要到除夕之後才會維穩 有一些變化 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說你要走春的話 除夕之後再安排會好一點 再來看到是今天各地的天氣狀況 整個西半部地區今天白天好天氣 但是晚上要變天 白天溫度來說還是蠻高的 甚至南台灣你覺得很像夏天一樣 但是晚上一樣氣溫降 東半部是屬於一個多雲稻情的天氣 那到了下半天之後 東北部也會轉而悠悠的情形 外島的澎湖金門馬祖 是晴到多雲的天氣 今天白天各地溫度來說 都還是相對是比較舒服 比較穩定的 再來看到各地的溫度預測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白天溫度高 明天一下就往下掉了 不過很快 在週六週日氣溫再回升 下週一溫度再變 中南部地區也是一樣 中南部這個溫度影響 感覺差異沒有那麼大 但是一樣明天溫度也是會略下降 接下來再一天一天緩步的回升 再來看到南台灣地區 南台灣地區一樣溫度也是這樣 特別是白天溫度很高的時候 日夜溫差是非常的明顯的 要留意中南部地區 再來看到氣象庭看廳 出門要注意哪些狀況 白天天氣很不錯 西半部今天日夜溫差會很明顯 下半天開始封面到了冷空氣下來 北部跟東漫部地區到了晚上 你就會明顯感受到 是濕冷的天氣形態 更多新聞馬上回來